高雄大僚監獄發生受刑人夾持事件 一直到現在已經發生第三個小時 時間今晚可以看到目前大僚監獄的周邊 包含了介護的警力以及救護消防人員 都還是在場待命 因為監獄裡面六名受刑人 夾持預防人員的情況 還是在持續對峙當中 而這個事件是發生在今天下午四點左右 而當時是有六名的受刑人 在監獄裡面是發生了口角 其中一名帶頭的就是竹聯邦的角頭鄭立德 而當這個預防人員要上前來調解糾紛的時候 這個監獄裡面的人員是立刻奪走預防人員的槍支 而當時第一時間被夾持的是一名獄警 還有兩名替代一男 而當時這個典獄長還有介護科長得知這樣子的情況 立刻是跟這個受刑人表示說 他們願意來跟他們幾位來做替換 也因此目前這個典獄長還有介護科長也都在裡面被受刑人加持當中 而其實目前天色已經晚了下來 周邊的警力可以說是有增無減 包含了刑大保大以及三名一分局 還有各個分局的警力都還是持續在場介護 而在監獄裡面一共是有200名的警力是在裡面 不管是從這個周邊或者是從制高點都是在鎖定這個六名嫌犯聚集的地點 而其實由於稍早的時候裡面的嫌犯是有跟外面來喊話表示說 他們需要一部車要把這個車子是停在側門給他們用 也因此這個預防部排除受刑人是有想要逃獄的這個意圖 也因此目前除了在大寮監獄的正門有部署重警力之外 在大寮監獄的側門其實相較之下警力的介護更是相對多了許多 而在場除了有霹靂小組的成員包含特級中隊保大以及刑大 還有各分局的員警都持續在這個大寮監獄的周邊來這個介護 而在稍早的時候有一輛這個計程車司機 他是載著一名囚犯是開進了大寮監獄 由於這個囚犯一下車的時候他的腳上是帶著腳樓的 而預防人員對於這一名嫌犯的身份是不願意多談 不過外界不排除說他也有可能是被這個預防調來 希望能對受刑人動之以情的人員 因為在稍早的時候前親民黨議員李榮宗 已經進到了這個大寮監獄 因為根據地方人士透露 他跟這一次帶頭的竹聯邦角頭鄭立德 其實是有淵源的 兩人的感情是非常的好 也因此預防希望能夠在盡量平和的情況之下 來化解這一場對峙的衝突 除了是動員到了這個地方人士希望來動之以情 而在這個下午的時候 也有不少受刑人的家屬是已經接到了通知 說他們的親屬是在大寮監獄裡面 夾持了預防人員 有的受刑的家屬是非常的緊張跟焦急 是哭著衝進了這個大寮監獄裡面 不敢相信說自己的親人是在監獄裡面 會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有人是進到了大寮監獄來進行這個勸說之後 一直到現在天色晚了 不過人都還沒有出來 不過也有人一進到監獄裡面 立刻就走了出來 甚至他們表示說大寮監獄是搞了一個烏龍 因為他們把名單給搞錯了 他們這個受刑人的家屬 他們在下午的時候 是接到了大寮監獄的電話 對他們說他們的親人在監獄裡面 夾持了預防人員 不過他們匆忙趕到監獄裡面的時候 才被告知說原來這個名單搞錯了 他們的親人的確是在大寮監獄裡面 不過他們的親人並沒有做出這個夾持的舉動 而這些白跑一趟的受刑人家屬一出來 是破口大媽說大寮監獄的管理怎麼會如此的鬆散呢 而其實除了這個監獄裡面的狀況的一切都還不明朗之外 而在稍早的時候 其實在下午4點左右 就在大寮監獄周邊的居民都有聽到一連串砰砰砰的聲響 很多人第一時間就知道說是槍聲而不是演習 因為照理來說如果是演習的話 在周邊應該會有警力的管制跟部署 來提醒住戶說其實只是演習不需要太緊張 而其實這個一連串的槍聲大做之後 監獄看似平靜不過裡面其實已經非常的混亂了 也因此轄區的派出所就已經有接到通報說 監獄裡面有疑似混亂的衝突糾紛 而在第一時間得知的時候 是有一名獄警以及兩名替代一男遭到加持 不過目前掌握的情況 由於6名受刑人擁有4長兩短的槍支 包含4把65K2的步槍177顆子彈 以及兩把手槍還有66發的子彈 可想而知6名受刑人擁有強大的火力的情況之下 警方跟霹靂小組人員從頭到尾 都是鶴槍實彈的來戒備 因為非常擔心說在稍早的時候 他們有表示說希望要有一輛車 很擔心說會發生疑似越獄的情況 也因此隨著天色漸晚 警方除了既定的警令有在固定周邊兩三百公尺外的路口 來做介護管制之外 在周遭建築物的制高點也部署了警令 甚至有警令警方是希望能夠以空拍的方式 從高處更全面的來瞭解說 監獄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而目前得知在監獄裡面一共包含的行大寶大三民一番局 以及各轄區的警令一共是有兩百多名的警令 在主要發生對峙的這個地方 而其實可以看到目前天色晚了下來 目前支援的警令還是陸陸續續的來到了大寮監獄 不過很多人是進到了監獄裡面 對於裡面的情況 他們都不願意對外多發表任何的意見 而不過稍早的時候有一名貨車的司機 他是因為送貨的關係進到了大寮監獄的裡面 而他在第一時間就看到現場的情況是非常的混亂 而他透過電話是對外表示 當時他是看到了六名受刑人 手上都有長短槍就夾持了這個監獄的人員 而預防的人員擔心他們送貨人員的安危 也第一時間請他們趕快躲到廁所裡面 接著在廁所裡面的送貨員就聽到了一連串的槍響 可以說是場面非常的緊張 而目前在大寮監獄的周邊 整個氣氛還是非常的緊張 支援的警力還是不斷的趕到 因為隨著天色漸晚 裡面的受刑人雖然有部分的人的家屬是已經趕到 目前正在進行勸說 不過裡面的對峙的情況還沒有要結束的感覺 所以支援的警力不敢大意 這種裝備是不斷的增援到了大寮監獄的周圍 而其實除了警力介護的人數有變多的情況之下 周圍的居民也非常的擔心裡面監獄的情況 因為稍早的時候 協犯曾經對外表示說需要一部車 而且要把車子停在大寮監獄的側門來供他們使用 也因此住戶們非常擔心說 如果稍有一個疏落可能會發生有越獄的情況 很多人一直到現在從傍晚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已經天色完了 大家還是聚在家門前 目光都是鎖定在大寮監獄的正門以及側門 而目前警方的警力部署 除了在正門的地方 有消防車跟警車還有救護車在做戒備 主要的警力大部分還是集中在側門 因為非常擔心說 這個嫌犯稍早有表示在側門需要一部車 很有可能側門會是他們選擇要走出監獄的地點 而隨著這個受刑人的家屬 以及相關的地方人士是陸續的進到了大寮監獄裡面 警方也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的情況之下 趕快結束這一場對峙的衝突